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看的是香港的傅家俊 他對的是中國的龐衛國 看的是第三盤的賽事 雙方面打成2比2平手 當時就是進行三個成員的比賽 分別在三張桌子進行比賽 其實其餘兩張桌子已經打完了 好, 蔡叔 沒錯, 其實今天的戰訪很激烈 陳國明首先以0比3輸給中國的金龍 至於馮國威爆冷以3比1 贏了中國的桌台神童丁進輝 變成壓力落在香港的傅家俊身上 金牌是視乎這一盤的結果 傅家俊大眼球 黑球 小心紅球 很危險 這些球分分鐘很容易把紅球踢到中桌 現在是開局正確的 傅家俊打了柯虎 送了4分給龐衛國 正在打球的位置就是傅家俊 有個尾袋可以推前教黑球 很漂亮 當然在這些情況下會留一點點位置 希望把紅球逐一點帶出來 盡量爭取一個稍微高分的分數 希望打擊對方 兩個菇 這個球打下去有點卡 可以看到白球走得很不順地走出來 應該想把兩個菇筍彈出來 交回中袋的紅球 誰知道白球是黏在哪裡 傅叔不時聽到旁邊的掌聲 就是來自隔壁的另外兩場比賽 其實隔壁的兩場比賽已經打完了 現在看到… 隔壁的小桌子是正在比賽的 正在打的那些是3-cution cannon 另外一個比賽 對,藍色衣服後面那位 正在打比賽 其實… 是打小桌子 對,大會應該像Bandball 可以選擇一些板 互相… 隔壁會比較好 看不到對方打球 應該是這樣比較好 推下去就調整藍球 沒問題 還有一個推彈 尾袋應該有了 當然有經驗的球員 在這些情況下 應該全部已經閱讀了桌面上的環境 把白球留在哪裡 是最有利的 打球 打球 慢慢打 大家都聽到廣東話 其實不是我們所說的 其實現場的氣氛是極之緊張的 因為這盤是決勝局 叫他慢慢打 對 簡單來說 這一局 現在這一盤誰贏 就知道中國或是中國香港贏 對 沒錯 沒有了 轉彈出來 留在斜位 看看能不能把紅波帶出來 另外簡單交代一下 剛才才師傅說到 旁邊也有其他的桌球比賽 其實這次阿雲除了是鷹色的桌球 還有尾色的桌球 還有尾色的桌球 也是花式的 除了是鷹色的桌球 沒錯 還有尾色的桌球 還有法式的Cannon 就是我們所說的 Free Cushion Cannon 打四個球 那些都挺難理解的 以後就等你教教我們 好 這個球很漂亮 把紅波稍微打散一點 可以調到尾袋 在這些情況下很棒 叫球證買一買球 好一點 因為兩個球距離那麼近 動一枝球很容易有棄 沒問題 推到尾袋也是調到黑球 在這個情況下 要打黑球抹球 打了這麼多球 都要抹球抹球 黑球 再一個是輕輕的Topstun 把球彈出來 按照這樣看下去 應該沒有什麼機會了 但是可能傅家俊應該看到 有些Combination 就是兩個球 是在一起的D-shot 沒錯 就算了 在量度 隔山打我 還是調到黑球 到這個階段 傅家俊已經打了45度 在這邊裝裝 究竟中袋有沒有 有了 就簡單了 把球就這樣推下去 似乎這球球 傅家俊 不是教得那麼理想 那球可能很短 所以他就是要去 再觀察桌面上的形勢 究竟在哪裡打 是較為有利 其實中國的進級過程 其實都是挺艱辛的 首先是贏了印度 跟著就贏了泰國 再贏了巴基斯坦 而進入決賽 就是對中國和香港 可以看到 三個亞洲的桌球強國 被中國淘汰了 上面真的是香港的路 好酒很多 好酒 只不過是打文萊和馬來西亞 看怎麼搞 扯退後 好可惜 想扯退後一條杯 把紅波逼散 大米很可惜 打實了黑球 打了45度 又來了 兩天前來看這個球比賽 Marco你差一點點拿銀牌 但現在終於拿了金牌 心情怎麼樣 挺興奮 因為最後的球 2比2的時候 誰贏這球就可以拿到金牌 壓力都相當大 很開心可以承受到 而且把握了幾個機會 贏了這場球 真的很開心可以拿到金牌 其實你們幾位球手都變得很出色 好像阿鳳國威 其實你對阿丁進輝哥長都很緊張 其實那時候你打的時候 你覺得最關鍵是哪一刻 我選擇了 圖兩盤 然後尾盤的拼球 真的有很多壓力 不過 我也贏了 到過了 郭明 其實雖然這場球你輸了 但不要緊 因為你拿了金牌 我記得你在上屆 九八亞運會的時候 跟著你打單打 你是拿銅牌 接下來的單打 有沒有信心 一定有 因為這次來之前 已經想著這兩個項目 一定是拿到牌 自己對自己有信心 狀態不錯 其實今天我自己覺得 輸的原因是 因為你的賽制是短途 那兩盤球 我是有機會贏而被人 變輸而被人 之後被對手帶來之後 我都怕隊友會受到壓力 那第三盤 我自己都盡量拖牌子走 希望令隊友放鬆些 好了 那接著問你們一個 其中的幕後攻勢 他和你們打碟一起 我看到你又遞水 又在提醒你 三隻族隻隻 那這個工作 其實你做 你覺得怎樣 其實我都是 本身我們都是一隊 香港隊 那我三位隊友 在那裡比賽的時候 我在旁邊 盡量做一些提點的工作 譬如他們喝東西 還有留意他們比賽的時候 那個動作、節奏 有沒有出現 在什麼問題裡面 那變成 他們走出來的時候 或者洗手間洗臉的時候 那變成我可以提點到他們 留意一下 你剛才有什麼毛病 犯錯 那幸好他們三位隊員 都做得回他們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是贏金牌 果然是隊友 大家幾乎合作 金牌、金牌、金牌 其實他昨天也拿了一個雙打銀牌 好,Tony 是 其實我見到Marco 你這場球很關鍵 因為一人贏一場 然後你是2比2 其實你有機會3比1的那時候 其實問題出在哪裡呢 其實今天由頭到尾都不可以發揮到 自己應該有的水準 那有少許失望 因為其實在最近這幾場球 都打得不錯的其實 但今天完全發揮不到 但是我對手就更加緊張 所以我就把握了幾個機會 可以贏到這場球 我想成績是最重要的 無論是否發揮到 如果贏的話就是好事 希望可以繼續下去 明天可以做得更好 那現在個人賽 還有一個機會 你們兩位呢 有機會多拿一面金牌 其實就已經很厲害了 四個同一個代表裡面 個個都有獎牌拿 那所以呢 你們單人賽可以繼續努力 因為肯定是這次香港隊 其中一隊很重要的功臣 那單人賽你怎麼看呢 明天會幾難打 因為我想如果一路贏的話 可能會打四場球 那今晚頒獎 可能會休息時間 可能會這麼多 那明天會很累 所以可能要打法會改一點 就是不會這麼進取 可能會保守一點 希望… 太好了… 看見他們真開心 聽到他們的心聲 這個時候也要看看財叔 跟他回合一下 其實剛才我們看到一段 就是傅家俊得分了很多 但其實整體 他轉邊那盤其實也很緊張 其實會有緊張 看他在後面塞黑球 就從車頭彈開 這些紅球就被打塞了 但無論如何 其實剛才那盤 就是關鍵性贏球的球鎮 但可以看到中國的水平 其實不太好 因為我們之前也看過他 你看看他 如果想打球 他真的調成黑球 就是可以發揮到他最高的技術 沒錯 傅家俊自己也說 他說接下來單打 固然金牌對他的技能很大 但他自己也說 其實可能對手也很強 到此可以請財叔再跟我們說說 就是他在過程之中 會面對甚麼對手 不過這個時間 我們又要繼續報起